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習近平女兒習明澤各資洩漏案繼續受關注 被中共中判的主犯牛騰宇的母親 日前向海外媒體披露 牛騰宇被抓捕後 曾神秘失蹤幾個月 警方為了讓他認罪 調了上百國安對付他 把他關黑小屋 酷刑拷打 並給他設置了秘密代碼MM20 中共兩會正在召開 在各地對訪民的控制加強 3月5號 中共國家信訪局門外 排隊的訪民只有20人左右 但欄杆外的各地解訪人員和鴨鴨一片 比訪民多很多 訪民建議 國家信訪局應改名叫《國家解訪局》 江西維權人士鍾志勇2月23號 陪朋友去派出所報案 被警方以懷疑他吸毒為由強行尿解 雖然結果為陰性 但警方直接把他送進江西省精神病院 接受強制治療 湖北潛江市銀行下崗職工 潘向榮、黃行之、吳立娟三人 提前購買3月5號去北京的動車票時 車票被售票員拿走登記 以通知官攔截 3月5號當天 黃行之、潘向榮 前往火車站、乘車時遭到銀行、社區及公安人員攔截 而物理捐則直接被控制在家中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